如果你正在寻找一个独特又有设计感的泳池别墅 同时间你能享受这样子的山景 但是你又不会错过城市化带来的便利生活 让我带你看这一套泳池别墅 Sawaddy Club 大家好,我是一匹地产的菲利普 今天在我后面这一栋泳池别墅 占地面积100W也就是400平方米 使用面积267平方米 三卧四位一个泳池 定头让我带你们看这一面墙 这是工业式的设计风格 采用了石水泥 然后最终展现在你眼前 这个又独特又有风格的设计方式 那么往里面走 这一面墙的设计很特别 通风宽阔 然后你看这个停车位调高将近4米 也是一个很舒服 很大气的一个空间 我们继续往里面走 一旦你踏入这一个房子的时候 你的左手边会有一个小小的院子 这里相当于一个欢迎你回家迎接你 让你感到特别的舒服的一个空间 然后往我的左手边 这是这个别墅的客厅 4米高的天花板 感觉空气透风很大气很足 电视书柜沙发很精致 然后这张桌子这是用餐桌 这是采用了幼木材料 而且是老木 老木的特别在哪里呢 就是它花纹会特别明显 好了我们接着走 这里是一个西式厨房和吧台 现代风格的别墅 就是少不了西式厨房 做一些减餐 这里还有烤箱 一切都聚会 可以直接拎包入住 我们接着这边走 这里是一个客厅的卫生间 能看到它的设计和材料应用 特别的合理 黑白搭配 现代风的最经典的搭配 继续往这边走 在我的正方面 这里是你们最希望看到的 泰式厨房 它跟客厅有一个一定的隔开 所以不用怕你做菜的味道 油烟味会影响到你的生活 好我试着吧 这样子我马上能感觉到 很通透的风 那我带你往外看 从这一个角度 这里有一部分的空地 然后从这个角度 你能看到苏铁山 我刚才可能还没提到 这是清迈最有名的苏铁山 这是这栋泳池别墅的主卧 一个标准的双人床 灯光还有这些材料都是特别的设计的特别的好 然后呢同时间我们看 从主卧的窗户 如果你躺在床上 如果你躺在床上 直接可以往外看到你家的泳池 还有这一棵树 我们往里面走 这个是walk-in closet 也就是衣帽间 这里的设计呢 特别的合理 就是我的右手边是洗手间 左手边是你的衣柜 衣帽间 你可以在这里化妆 换衣服 这是我最喜欢这栋泳池别墅的其中一个理由 就是它的卫生间设计 一眼你就看 整个空间很宽阔 很通透 天花板已经挑高了 发现没这里棺材特别足 就是因为有这里将近四米的一个露天的空间 你从这里抬头看的话能看到蓝天空 看第二个卧室 同样的石墓门 石墓地板 标准的双人床 电视柜 一个又大气用通透的落地玻璃窗 然后从这里你能看到泳池和外面的这一棵树 这边呢有卫生间 这里是衣柜 这个颜色搭配也是非常的精致 接下来我们往第三个卧室走 在这个比较长的通道 相近有20米的一个通道 我们往最后一个卧室 是不是觉得这个阶梯很特别 这就是设计师为了给房子打造出不同的层次感 这是第三个卧室 同样的石墓门 石墓地板 电视柜 偏小一点的双人床 然后呢 这边有个衣柜 右手边是洗手间 在我右手边 这是盐水泳池 2.6米乘以11米